咬 石滑粉还涂得蛮多的 球一出手给我庆恩 我现场测到这个快速 大概时速到差不多130而已 这是一个插帮被捕球 球数现在形成了两好球 没有坏球 伤后付出的投手一般都会观察他的一个诉求 到底调整到什么情况 我们常讲的有时候这种开刀的选手 要透过一个很比较严谨的附件 急不得 二军的比赛也只投了一场就 一军人手实在太缺了 对 我赛前不了解了 不然就会稍微问他 如果今天会让他上来 大概教练会让他投几个球 这个应该都是 在计划里面要先设定好了 就等于要稍微眼光放长一点就是 对 尤其这场比赛牛队已经是一个大幅落后 那林赫健就真的是按照刚才杨教人讲的 按照既定计划 投到几个球 不管内容如何 该接上来的人就要赶快跟进 我伤后付出一起来 就是慢慢的渐进的方式 让他能够完全投入到整本比赛的一个过程 直播二十年 林赫健是拿到了十胜七败的一个战绩 去年是都没有在一军出赛的一个记录 只有在二军有四场的一个后援出赛 今天是在一军的第一场的一个亮相 三次奥也是粘得很 球数虽然落后 但是一直频频的打成了戒腕 现在完全在看林克千球的伪劲 以及他都完全两好球 赶快也是要撑起 都没有要三点 也没有损失的要去调调看 这球打成了一个戒腕非常不守 这个过去 最后还是上到了看台 目前的跑者还是继续要分站在一三垒上 棋局的下半 达到了中外野方向 就被中外手提接杀 散战上抛则这时候要回来了 形成了一个高杯牺牲打 比数现在来到了十二比一 我三六跑远最终还是让张志尧怕给中外野高费 又赚了一个打地 对 一个变速球了 这个高度比较危险 打扯方面换上了叶竹轩来做一个带打 这时候领先十几分的 台湾队呢也开始频频地做一些更换 这些组续呢还有专门的后援会 美败 这球球投手接到之后 哎呦哎呦呀 船都有点偏 再往一雷送就来不及了 原本是一个双杀的一个好机会 我大意 接到球自己转身的动作没有做 所以影响到他的船球的程度 投手接到是双杀的最好的机会 时间也最终于但船偏掉 影响到了林宗南呢 接下来船一雷的一个时间 轮到今天已经打了四支安打的林志胜 现在是两出局跑者在一雷上 今天林志胜呢 还有两打点的进账 同时也回来得了三分 这球穿过了右半边呢 又是一支安打 最后今天单场呢 打了五支安打 已经是平均了 今天会不会有机会打到第六次了 有些时候 我们常在遇到这样的一个 单场五安打的时候 往往会发现很多球员 或者是所属球队 刚好那天又是 后攻队 又领先分数比较多 这样的情形还蛮多的 现在打击轮到林志平 林志平呢 今天前一次是敲出了一支 中右外野方向安打 滚地球 那手接到车后传一磊 将打者呢给自杀 结束了这个半局 旁边队呢 再听一分 十二比一领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